想要在夜间运动,现在又多了一处新的地点 苏澳运动公园的夜间照明设备 7月1号将会正式启用 到时候包括直拍轮、篮球、网球以及棒垒球等场地 都会有夜间照明设备 所以公所欢迎,喜欢在夜间运动的民众要多加利用 原本要和苏澳运动公园一起启用的夜间照明设备 因为部分线路和接电等等工程尚未完成 所以延到7月1日才正式启用 届时包括直拍轮、篮球、网球和棒垒球场等等场地 都有夜间照明 欢迎喜爱在夜间从事休闲运动的乡亲 踊跃利用 这个照明设备还没就是 那么照明设备在前几天已经完成 那么我们预计在7月1号开始 我们的直拍轮竞速化是流冰场 还有棒垒球场、网球场、篮球场 都会提供夜间照明 那么也希望我们爱好 多性、单性运动的各位正民、观众 充分来利用政府投资这么庞大的经费来完成了这个 所有正民运动公园 但够单性的这个运动 希望大家欢迎大家来玩 那么是从开放以来 那么白天的时候每天都会 非常多的我们地方的这个民众 还有前宜蘭县的民众都来这里运动 那么从7月1号开始 我们希望能够提供日间与晚间夜间的照明活动来提供给大家 占地5公顷的苏澳运动公园 原本只有游泳池 经过公所向中央争取经费 进行更新计划 不但增加了多项球类运动场地 还有健康步道 现在又多了夜间照明 相信一定可以带动阵内运动风气 宜蘭新闻记者